全红蝉 今天这个名字 响彻奥运会 响彻全中国 一个14岁的小女孩 勇夺金牌 而且破了女子十米台的世界纪录 看比赛的朋友们都很激动 对不对 跟我一样 5个动作呀 3个满分10分 另外两个动作也接近满分 所以网友说 全红蝉YYDS 而且大家认为 他有水花消失数 但是我想说 相对于金牌而言 更让我动容的 是他赛后接受采访的一段话 他说我想赢 我想拿冠军 因为我要赚钱 给妈妈治病 这是一个典型的寒门贵子 让人又爱又心疼 今天我们说说 这个寒门贵子的故事吧 他出生在广东 湛江市麻张区的麦河村 村里有400户人家 398户都姓全 全家村 人均收入多少钱呢 一年1.1万元 也就是一个月不到 1000块钱的收入 村子里有38个低保护 全红蝉他们家 就是其中之一 村书记说 他们家的收入 在村子里都算中下水平 妈妈有病 爸爸务农 这家人过得不容易 2017年末 替人做饭的妈妈 在去工厂的路上 被车撞坏了肋骨 落下了一个顽疾 受伤之后几次住院 家就被掏空了 而全红蝉的爸爸 一边忙农活 一般要照顾家里的小孩 出不了远门 中担呢 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全红蝉的妈妈出院之后呢 身体始终没有恢复到车祸前的状态 家里人担心他就不让他干重活了 但是家里不止他一个孩子 读书要伙食费 所以他就种一些青菜 然后呢 全红蝉的爸爸拿菜到市场上去卖 可以说这个家庭如果没有跳水 如果没有一个偶然的被发现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 14岁担起了全家的荣耀和重担 可能命运是另外一番样子 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 依然是头发炸炸的 瘦瘦的小女孩 可能在读书 也可能早早的就物工物浓了 但是命运发生了转折 在2014年5月 湛江市体运动学校 有个资深的跳水教练 他叫陈华明 他像往年一般 下到湛江市五区四县的小学 挑选跳水人才 重点是农村基层小学 请大家注意 农村基层小学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能吃苦 这个陈教练 找了一批孩子 一看现场测这个力定跳远 全红蝉小朋友呢 身高当时1米2 跳了1米76 相当的厉害 于是陈教练就看中了 这个爆发力极强的小学生 这一批小学生 他选了四个 将名单交给了体育局 然后呢 学校就去跟父母谈 那为什么 全红蝉的爸爸 同意女儿跳水呢 其实他说了句 很朴实的话 说选上就去了 反正有书读 可能不跳水 书未必会读下来 湛江我额外说一下 湛江素有中国跳水之乡的称号 那里出了不止全红蝉 劳力师 何冲何超 一堆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原因其实也都一样 农村的孩子能吃苦 跳水是个苦差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 郭晶晶 因为跳水 眼睛基本上视力很差 能吃苦 肯练习 是出奥运冠军 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而城里的孩子 这个体校的校长说 城里的孩子也有练的 家长一看 孩子晒得那么黑 直接就领回家去了 所以说来说去 寒门贵子最可贵的 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不惜一切的这个奋斗精神 而这种奋斗精神 不光在奥运赛场上 在很多地方 都是大家最值得敬佩 和值得弘扬的东西 有个网友说了 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看看我们家14岁的孩子 成天王者 什么活也不干 气到废炸 其实也不至于 另外还一个网友说 人家14岁 多精 想的是孝敬父母 我们家14岁 还跟那看小猪配棋呢 还有人说 全红禅的冠军 暖的 不仅是他父母的心 也是所有寒门 所有普通家庭的父母的心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孩子 都能够 有出息 能够争出一片天 当然也别太累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相信这只是 他跳出的这个冠军 只是一个起点 而且全红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妈妈说了 说全红禅嘴馋 志愿就是开个小卖部 为什么呢 这样就有零食吃 虽然年龄小 但是特别喜欢吃辣条 有网友就说了 这个喂龙是吧 辣条厂家赶紧找他代言吧 吃一辈子免费吃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所有的人都替全红禅高兴 也替他们家庭高兴 有网友说了 全红禅的名字拆解开来 就是全世界的冠军 红遍跳水界 而且希望他能够蝉联金牌 最后我想说 我们看了太多 寒门贵子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能带来感动 更应该带来启示 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是让他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中 娇奢淫逸 不努力 还是让他在自我拼搏的路上 争得自己的一盼天 最后呢 这段短视频 不仅献给这个家庭 献给这个冠军 也献给所有的寒门贵子 我的好朋友 刘远远 在她的著名的演讲中 最后有一段话特别好 我也送给大家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有志者事尽成 破釜沉舟 百二勤官中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卧心长胆 三千月甲可吞吾 谢谢全共产 谢谢你们的家庭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光荣与感动 愿普天下的寒门贵子都能加油